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英文一季度 這個討論有點時間了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relevant 那我相信台灣的同學應該也蠻喜歡看這個討論的 這問的是有什麼禮物是外國人會很喜歡的 就台灣買去送人的禮物外國人會喜歡 所以這裡就說的是 What are some gifts to buy in Taiwan to give to an American friend 那我這邊普遍的講外國人 他這裡講的是美國的朋友 但無所謂啦其實 總之對我來說都外國人 好那我相信很多答案是你很熟悉的 第一個而且大家都推崇的答案就是Kavalon 就是卡瓦蘭威士忌 這個我雖然說不是很愛喝酒 可是我知道我們這個品牌的威士忌 真的是世界知名的 所以下面一大堆人推這個 遠超過了鳳梨酥跟太陽餅 那鳳梨酥大概你知道 Pineapple Cake 太陽餅就叫做Sun Cake 就這麼簡單 好所以這個卡瓦蘭威士忌 太好了台灣之光 Alright 那甚至還有他這邊要講另外一個 就是台灣的那個茶的香水 還蠻酷的 OK他得到一個獎 就是2022年的 International Art of Ophection Awards 這個字我還真不是很熟 這個Ophection就是嗅覺上的 就是藝術與嗅覺上的獎 那什麼東西可以得嗅覺獎 當然就香水對不對 所以他國際間得到這個獎超屌的 所以我們就先看這個字 Ophection叫做嗅覺 對我來說也是深知 蠻酷的 那下面這個人就說了 我同樣支持卡瓦蘭威士忌 所以他這裡講一個 Seconded 卡瓦蘭威士忌 這個Seconded這個用法 他就是個動詞 這個動詞就是我支持 所以你先提出來 那我來當一個第二 我複意的概念 所以這邊就有一個很簡單的句子 I second that 所以你提了一個什麼東西 OK I second that 所以這就是我也複意 我同意你說這個東西 所以second這個字當動詞 這麼酷的一個意思 好那很好 然後呢下面還說 他下一句說了 That stuff is the nectar of the gods 好這是神給我們的這個nector nector這個字 托弗亞是會出現 他叫做花蜜 所以花的花蜜叫做nector 花粉叫做pollen 所以nector跟pollen 兩個字都給你看 那甚至我們會出現一個動詞 叫做pollinate 那好像中文翻譯成獸粉 獸就傳獸的獸 粉就是花粉 所以鳥啦跟昆蟲啦 會替花來獸粉 那你學過生物的話 應該都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pollen這個是花粉 還甚至是過敏症的其中一種 像我爸每次在這個春天的時候 他就會有花粉症 那可能就會流鼻涕啊什麼這些的 我們就稱這個就是pollen allergy pollen allergy allergic to Poland 所以花粉症 好那沒問題 然後呢下面又說了 說什麼 說這個卡瓦蘭的威士忌 在國外賣得很貴 所以這個意價 意的很貴 意價 意就意出來那個意 所以他在國外有一個 heavy markup 所以這裡說 yes especially because 卡瓦蘭 has a heavy markup in the US 所以學一下heavy markup 就是這個意價意的很貴這樣子 酷太好了 然後下面這裡說了 嗯卡瓦蘭威士忌 就是我的首選 首選這個字 難道一定要講top choice嗎 不見得 你用go to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人說 this is my go to gift 所以這裡這個go to 是變成gift這個字的一個形容詞 所以我相信中間加個hyphen也是可以的 其實this is my go to gift 所以something is your go to something 這是你 像我說我每次電腦壞掉 都找同一個朋友幫我修 在多人多的mark 好想念你 so mark is my go to guy when it comes to any computer problems so go to guy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下面說的是 你如果要送那種太陽餅 或者是鳳梨樹這些的話 他還真的講到我們台灣很有名的 那個叫什麼 微熱山球啊 好像中文英文翻譯成sunny hills 所以這裡這個人的推薦 應該是這個品牌沒錯 甚至在松山好像是有一個店面的就是了 so that is a destination on its own 你去逛逛那個店不會後悔的 所以他用這種方式來去說 稱讚一下這個店 本身就是一個旅行的終點 所以你光是去那個店就只會票價 so their store in 松山 is a destination on its own 很大的一個非常flattery的一個稱讚 然後我覺得對這個牌子來說 so pineapple cake 那這邊我們再講一個概念 就是你知道有一些東西 我們這些東西好吃的 多半可能是比較新鮮的材料 比較容易腐敗 會壞掉 所以他這裡說the good sun cake 這講太陽餅 對不起 sun cake made with lard has a really short shelf life though 所以這個lard這個字就是豬油 ok 好 可能不是那麼熟悉的字lard 再講一個字 這個字托弗亞斯也會出現tello 這個tello也是動物的那個動物油 動物脂肪 ok 那我不想講牛油 因為那個你可能會講牛油不就butter 對不對 可是那個butter是經過精煉過的 可以讓你抹奶油 但如果就是被你扁出來的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就火加一個沉水餅的扁 你知道豬油也是這樣子扁出來嗎 你就拿那個豬油去弄弄弄 然後就油就從肉裡流出來的 那牛肉也可以 其他肉也可以這樣處理 那這個叫做tello 以前可以拿來做蠟燭 我就真的在一個託福的蠟燭的文章裡面 發明蠟燭嘛 那蠟燭文章裡就看到tello這個字 所以也認識一下下 動物油 那lard是豬油 所以豬油做的這個太陽餅的話 他的賞位期限就很短對不對 那個賞位期限 你比較熟悉的可能是 Expiration Expiration Date 就是賞位的日期 賞位日期聽起來會怪怪的 但總之就是有效日期這樣子 可能只有兩三個禮拜 兩個月之類的 那換一個說法 Shelf Life Shelf是櫃子嗎 Yes 沒錯 他就只能在櫃子上放兩個禮拜 然後就得下架了嗎 像我們講說一般超商的一些 一些什麼三明治什麼那些的 都是20小時內 甚至可能是6個小時 8個小時內就要下架了 因為這些麵包或什麼那些 就不就不好了嗎 所以他們都有很短的Shelf Life Shelf Life 好 所以這個詞蠻酷的 應該要知道沒問題 那也有人推薦那個肉乾或之類的 那個叫 Jerky Jerky OK Beef Jerky for example 但好像國外不能把 隨便把肉帶進去的樣子 doesn't matter 上面寫的就是了 然後我覺得還有很酷的就是 Chinglish shirt from a night market 我們夜市會有一些衣服 上面就有一些中式英文 這樣叫做Chinglish 我以前也很喜歡收集這種 因為穿了還可以跟外國人討論 那我曾經你知道CK這個品牌嗎 卡文克萊 那我就在夜市看過GK GK是什麼 你真的也說不出來 所以還蠻有趣的 那下面 所以你看Chinglish shirt from a night market 下面能回應 I collect that shit and I take it very seriously 所以我是有收集這玩意兒 很認真的收集的 很酷 Alright 好 還有什麼呢 下面還有講到一個很酷的 就是金門菜刀 那金門這個地名直接就用Kinman就可以了 所以下面就看到很多的Kinman knife Yeah 你看到 So depending on price range and personality A Kinman knife would be great If you'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other than food or drinks 所以你想要買的 如果是不想要只買食物 或者是飲料之類的話 你可以買一個金門菜刀 不過也要看你的價位 Price range 以及他本身個人喜不喜歡 Personality Cool 那下面這一句我們也在看一下 So the history The material behind them It's just really cool And very uniquely from Taiwan 所以他的歷史 所以他的歷史跟他背後的歷史 以及他所用的素材 我們都知道台灣人嘛 那個就是823炮戰還是金門 應該也不是823炮戰而已 金門不是時不時以前就被中共在那邊轟嗎 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就是用炮彈的金屬拿來做菜刀的 所以他的歷史跟他的材料都非常的酷 So the history and material behind them It's just really cool And very uniquely from Taiwan I think 所以的確這在台灣來說是很獨特的一個 所以 這一個形容詞很酷 Well received 什麼意思 就是 這個禮物會很被人家喜歡 那很被人家喜歡 他就沒有講說 Oh people really like it 不是 So the gift is going to be well received 所以這個禮物會被很開心的接受 所以禮物被接受 所以received用的才是被動的 這個說起來非常的沒有中文的意思在裡面 就中文很難翻 所以要是一個禮物很受歡迎 你當然可以說 The gift is very popular 可是你也可以說 The gift is well received 這很OK的 OK 所以特別有寫出來 Well received 所以這裡也說了 Well received Especially by those who are into geopolitics 所以要是你送了這個朋友 他對地緣政治是非常熱衷的話 你要是送他韓國的東西 說不定你想辦法去弄一個北韓的軍刀之類的 他可能就超喜歡 因為北韓你知道地緣政治什麼的 對不對 然後古巴 你去想辦法弄到一個什麼卡斯楚的 一個什麼鬼的 這聽起來太扯了 但總之地緣政治你才懂 Geopolitics So if the person receiving the gift is really into geopolitics Kimin knife is going to be your It's going to be your go-to gift 大概是 好 酷 然後下面還 他再提了一個 就是我們那個黑金剛花生 Black peanuts 也蠻酷的 So also one food I didn't see mentioned here 所以看到 他有一個食物是看到 沒有被大家提的 That may be a bit odd But also was also well received When I brought them back to the states 所以他又用了一次 這個禮物 Maybe a bit odd 可能有點奇怪 But was also well received 所以也是被received的很好 你看我都翻譯成中文 所以當他帶回美國的時候 Black peanuts When I brought them back to the states They're so sweet and flavorful I can't find them here 所以很甜 很香很好吃 那美國找不到 所以很酷 All right 然後下面也有人說 就說這個Black peanuts 實在太好吃了 It's to die for 很想看一下這個片語 Yes So the black peanuts are to die for If something is to die for 你可以為了他而死 就是非常高的一種稱讚 OK If something is to die for 好酷 All right 所以這整理了一下下 我們台灣很不錯的禮物 可以拿去送給外國人的 你同意嗎 我覺得Jiraphne是OK啦 有沒有一些 這裡沒有講到的 你可以稍微提一下下 或許我們下面可以討論 好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